字幕提供 麻煩你借給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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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東外賣飯一盒, 你死定了 爆你糟糕, 別碌了 師父, 你怎麼說在這裡? 你知道在深水埗區最出名的是什麼嗎? 什麼? 特事特辦, 明哥派飯 想做好事, 不用抄襲他們的方法 吃兩串魚蛋, 光顧小食店支持他們 也不錯 那倒是, 綠卡行不行? 綠你老闆 深水埗, 你可以說是一個舊區 不過也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社區 在這裡, 你不會看到大量連鎖食市 相反, 只似一家家庭式本土小店 開完一間又一間, 更加歷史悠久 神經病, 師父, 還說這麼多? 深水埗開火 大王大王, 深水埗這麼多人 這次認真頭痕 見到你這個臭臭 叫了大哥, 你又不叫聲總臣? 深水埗有四十萬人口這麼多 大王, 周圍不是雙店, 就是街店 還有美雞食屍, 不旺就假的 旺旺, 我理得他 最重要是哪裡?開火 大王大王, 是 導演說今天來請我吃腸粉 七元四條, 很划算 師父, 七元四條有多划算? 一元一條就算划算 那你豈不是…腸粉? 那好味道嗎? 好, 別管太多了, 七元一條 你也豈不是豈不是 姐姐 是 是他 是嗎? 辣醬呢? 你現在實在是混醬 大王大王 多點芝麻, 可以嗎? 有 好 很壞 有吃 豈不是這麼幼嗎? 幼嗎? 再這樣吧 就是這樣, 它是這個 還有鑽了個洞, 為什麼? 吸汁嘛 這些真是味道之間 味道 香港還有多重點? 我想也是十檔八檔 可以嗎? 坦白說, 這是飯飯粗一點好 還是幼一點好? 幼一點好 粗一點好, 粗一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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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tiv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怎么这么便宜?两个半, 一个蛋撻 现在哪里还有两个半, 一个菠萝包? 五元 还是五元, 蛋撻还热 五元, 谢谢 酥起了 是的 酥香软棉, 一个字, 划算 你的串烧很棒 是的 我们要10元那些, 那些是什么? 燒鸡软骨 是的 你的自家汁醬究竟是什么? 自家汁醬是什么料? 有多少自家? 那些不能说的 不能说? 可以 所谓特色串烧, 没得谈的 要等, 要烘, 烘得脆才行 等一会吧 有多甜 鸡软骨, 烘得挺脆 最重要是没有酥酥味 这就算是非常好 先试一下 好, 多少串? 混姐, 棉花糖 棉花糖, 不管不知道 很难烧的 烧得不好, 又不会有软軟的感觉 烧得好, 火很容易焦 又会掉下来的, 对吗? 这一块很棒 前面这一块还没够火 这一块很棒 我这次就在后面拉出来 这叫鱼胶似漆 吃了, 不会… 大黄 不在 大黄说不在, 我知道 很快就不在了, 一块 吃完串烧热热热 喝一杯蔗汁就很好, 下火 小杯, 十六块 好, 吃了这么多热气的串烧 喝一杯蔗汁, 下火滑滑 真是靠得煮 青皮脆清甜了 喝下去, 滑滑, 顺滑 气都舒服了 大哥, 你的碗是什么? 辣椰面 不是辣, 是你吗? 不是 姐姐, 你的碗是什么? 老鼠粉 老鼠粉辣不辣? 我不要辣 挺有趣, 好像银针粉 是啊 也好 也好 姐姐… 馬来亚, 这么多小吃吗? 是啊, 很多小吃 我看到有个餐牌 有个… 辣死你妈 干嘛辣死你妈 那是什么加火? 是椰漿饭 只是椰漿饭 是吗? 是 是 为什么这么辣, 里面有什么加火 其实那个森巴醬辣 是吗? 是的, 森巴醬甜甜辣辣 你可以尝尝 你那个森巴醬挺辣 但是是不是很开胃? 很开胃 是不是有斑蘭香味? 我饭是用斑蘭叶煮的 所以饭是绿色的 好, 到第二个, 这个是什么? 老鼠饭, 你要拌均匀才吃 那个肉碎 有些是在台湾吃的肉套 但是它爽口 是 而且汁醬濃烈很多 是 那你收我多少钱? 我收你五十元 就是用多一碗, 这碗怎么继续 是请你吃的 是吗? 和老婆聊天聊得开心 是, 我还有, 还请你吃串串 当然有 一个人吃几碗, 一个人五十元 一、二、三、四, 吃四餐 李师傅, 你又吃什么? 这里又有一家 台湾夜市鸡腿卷热爆小吃 究竟有多邪恶? Jack, 这些鸡腿卷 跟我们普通的烧鸡腿有什么不同? 其实这些是用鸡腿肉拆骨 然后用鸡皮, 鸡身上的皮 包住它来烧 烧的时候, 会令鸡皮的油排出来 和保存鸡腿的肉汁 令它达到外脆内乱的效果 这个皮这么脆? 很脆, 很脆 这个是鸡肉, 有没有腌肉? 其实里面有 一些讀价的配料 它腌制过后再包裹 大哥, 皮很脆 里面的肉 对啊, 肉汁挺丰盈的 又到早上九时, 最適合吃糯米池 来吧 虎仔 是 最出位是什么? 最出位是糯米池和奶洞 我们用菲律宾芒的 菲律宾芒? 是否加重? 鲜味 好 这么多汤? 南莓奶洞 好 虎仔 看这杯东西 不如转一下 这个很滑 而且我觉得椰果和南莓的配合 刚好 因为我平时南莓的会太浓 而且它的色好像好吃 现在有点爽脆 你知道吧 炸一下, 吃下去非常好 師傅, 这么巧 是, 你不是摸到胸口吗 摸完可以再摸 師傅, 这家餅店比较特别 有多特别? 每天下午四点 没有一些特别好东西出路 真的吗? 是啊 像这家看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店 凡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 都会有特别多人在门口排队 所以原因是每天到了这个时候 就会有几个想不到的食物 神仙出路 好 哥哥 是, 怎么样 我想买鸡腿, 师傅吃什么 鸡腎 是, 一人一份 是 为什么你们每天都卖鸡腿 很奇怪 街坊也喜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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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为什么每天要四点半后才出路 四点半, 不得了, 要做包 每天都排队 为什么这么厉害? 街坊真的这么喜欢吃 这些姜葱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多多部位 你看看 多吃一会儿 你看看 怎么样? 姜葱 很少姜葱, 像石子这样焗 师傅, 这些就是这样焗烤 现在焗了 那些味道逼入焦 怎么样?鸡腿滑不滑? 很滑 皮可以吗? 皮很薄 真的不是 你自己看, 没什么油 那就是鸡腎, 试试它 桑花 但是没有内藏味 我发觉香料多, 所以排队排队 这么多, 最重要的是四点就出一出 那就搞定一轮, 做生意 各出其谋 吃了一整天, 埋你单 剩下这么多, 埋我单 剩下这么多, 是深水埗高 拿一百元出来吃东西 原来还有钱剩, 师傅 大王, 你剩下这么多钱 可不可以请我再吃一碟牛剪? 看你想不想便宜 你千奇站下来不要闪? 你说怎样就怎样 可不可以吃一碟蜆椒烤蜆? 这一小汤 大王, 他是我 你已经进入我的领域 现在聆师傅, 请你赶快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Kir后, 25分钟 只要エ。 accuse 將麵糊提出 opened and влад it heo 'll be considered an onion 然後去炒蛋,一 decades煮炒粉 你夠了 好, 意大利粉 不是我們平日看到的 整條鎚鎚魚滑的 是怎樣? 扁扁的 而且不混沌, 留意一下 不混沌 人家也說手撕出來的 師傅, 我平時吃的意粉 吃起來很容易斷 這種咬下去有很黏硬的彈力 有什麼彈? 有, 你試試 有沒有皮膚彈? 你全部凹了 試試, 師傅 我先吃 這個粉裡面是分開的 不是, 全部凹了, 所以煮的過程 剛剛好, 倒過火 炒的時候是否要炒得剛剛到火 否則整塊都凹了 最重要是要吹冷水, 吹冷水 吹冷水? 不是, 吹冷水 為什麼要吹冷水? 吹冷水, 因為煙韌爽 浸冷水可以嗎? 當然不行 一定要用風吹嗎? 不行 浸冷水, 它出來… 因為攪熱的時候, 水蒸氣揮發 而且煮的時候要加點油 這樣才會散開 認識嗎? 認識嗎? 不是, 她認識, 她帶我來吃 你西方是不是這麼煮的? 東方, 怎麼看? 我吃而已 師傅, 你來接 各位觀眾 還想知道深水部區有什麼好東西吃 就跟著我們來吧 好, 放飯 有飯吃了 有什麼好吃的? 對, 我不知道有什麼好吃的 家王, 飯比你更乾, 怎麼燙 好燙 問導演 飯盒就差不多了 人家人家都不喜歡吃, 沒關係 我帶你去吃一些好東西 好東西?香一點吧, 寶貝 好猛火, 竟然在深水埗找到鐵板燒 平日吃一次的鐵板燒 閒閒一點也要幾百元落樓 這裡幾十日便可以結帳 大王, 師傅, 瓣盒到 對, 這個叫鐵板燒便當 深水埗也找到 對, 老闆看中深水埗打工多 所以將高級的鐵板燒 變成快食物 關門怎麼說? 快食物 對, 把這些打工和這裡的居民 就可以吃鐵板燒便當 真好 這個叫什麼? 這是雪花一口牛 一口牛? 哪裡來的牛? 加拿大來的牛 是不是特別鮮甜一點? 應該是, 嘗嘗一下 這塊是牛的變化 牛柳 師傅, 牛肉做得怎麼樣? 牛肉有牛味, 又不是太生 有豬頭, 真好吃 這些是否混合飯一起吃才好吃? 有飯飽肚, 其實我不吃 飯就不吃, 是你吃嗎? 對, 我覺得… 你叫人家真好 有粥, 粥有飯吃飯 不, 其實我覺得很好 因為有肉, 有飯 有幾乎 平時你吃的都沒有肉? 有肉 平時吃的 不, 讓我先說完 好… 吃吧, 師傅, 做得好 好, 吃吧 開火, 師傅, 火來晚 說你… 再誇一一點 你… 因為我吃東西 我喜歡每一口 每一道菜都很厲害 所以我會拿一個大匙 我會把肉的飯 然後我會放粥米和茄子 粥米很脆弼弼, 出什麼脆弼 咬下去的, 像粥的弼弼弼弼 再撥吧 你試試看你的感覺 也要撥弼弼 你試試看那個感覺是嗎? 有種很麻煩的感覺 對啊 平常的, 你要買 對, 不是的 有點口感 對, 要均勻了, 均勻了 我覺得最重要是它吸了牛肉 滲豬肉的油在裡面 對 所以你看牛油香在飯裡面, 有嗎 有, 但我覺得最好是熱牙辣吃 但如果外賣怎麼辦呢? 拿回家吃牛肉飯 吃牛肉, 拿回家吃 但是會不會拿出來? 很大機會 不過牙辣椒牛肉很大粒, 是嗎? 對, 很划算 多少錢? 幾十元 有幾十元 真的幾十元? 不是 對, 什麼? 四十多元 你以後幾斤, 你說是幾個皮嗎? 不是, 買一碗, 買一碗 沒有碗, 吃完這碗, 吃完這碗 趙燒雞 趙燒雞? 對, 你怎麼吃呢? 你有沒有趙燒雞汁? 怎麼吃呢?拿叉子, 放進嘴裡 是嗎? 要這樣吃嗎? 對 是不是?正不正宗? 正宗的 不正宗 是店主 他餵我吃, 我吃… 現在不正宗了 這是雞翅嗎? 不是, 雞柳 雞翅 雞柳 雞扒… 雞扒… 對, 雞扒 怎麼吃得出什麼?雞柳、雞扒呢? 看不出來的… 看不出來的 看得出來的 沒有那些鬆雪味 沒有那些鬆雪味, 很香 你試試看 這是什麼? 便當才是這樣的 超值的 是嗎? 還有便當, 超香的 師傅, 為什麼日本的鐵板燒這麼貴呢? 日元升了 更升 如果鐵板呢? 而且鐵板燒… 師傅一定要吃觀感 材料要很漂亮 而且要在你面前耍一下 切一下這個, 武刀龍劍 用無敵鴦鴦產, 這樣燒得很好 是不是?便貴了 你真喜歡這種型嗎? 喜歡? 他有什麼好? 我和師傅會不會穩重一點? 你們說到哪裡了? 我說我很喜歡他在燒那個大阪燒 你別妨礙我看 否則稍後燒焦了, 就為你善文 你別吃了, 笨 你說多一次 笨 師傅大王又有東西吃 什麼家庭? 這是鐵板燒餅 這是雞翅, 不過有特別的東西 平時有雞翅有兩支骨, 是嗎? 然後斬了一半 所以每個小雞翅都是一支骨 方便小朋友吃 對 斬了一斬, 人家有兩支骨 是嗎? 打洞斬 這是什麼? 寫… 這是什麼? 燒芥燒餅, 我終於吃 是他 對 我覺得小隻了, 真適合小魚哥吃 對 我吃的話, 更大一點, 整隻好一點 不能打開它 但是我覺得趕快時間 你只有一支骨頭很快吃完 對, 但會噎到 我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 他真的有話說 他沒有禁止 沒有禁止 這個回答 沒有禁止 師傅, 通常我們煎雞翅也是 雞翅整塊皮包著就好一點 你一湯開後, 流汁就像流味一樣 也不是, 雞翅有時候水分少了 雞尾味會變得更濃 收得更加緊 對, 所以有空放水給我們 沒有收得很禁止 對, 放水給你, 放水給你 噁不噁心, 你再嘗嘗一下 很噁心, 別再說了 到這個了, 這是什麼 這個叫大反燒, 是嗎 我喜歡它多菜 哪有菜 當然不見 對 是不是紫菜 不是, 綠色的 紫菜 感覺好像吃了多一點菜 不太多粉, 是嗎 有多少粉 繼續吧, 繼續吧, 吃吧 不要 這麼好 大王, 你想出爐嗎? 有沒有爐怎樣? 正確 大王, 你在哪裡? 青山道 青山道還是青山那裡? 青山那裡沒有青山道 現在在青山道 你附近看到什麼? 茶餐廳 還有呢? 醫院 醫院 那就對了 你看到白色布簾的時候 就是了 白色布簾? 是 怎麼這麼近 是呀 很難找 快點吧, 我帶你吃點好東西 好, 進去 香香, 為什麼日本餐廳的位置 走過路也不知道 話說話, 要不要這麼隱世 是呀 想不到深水埗有這麼多隱世的食堂 是呀, 這麼小, 二十個位置都不夠 怎麼賺錢 留得住吃就行了 這裡吃什麼? 這裡吃一種東西而已 日本刺身海鮮丼 那不是… 獨當一面? 丼丼 我們這裡有四款丼 這是最划算的 第一個, 這是梅 裡面有吞拿魚 吞拿魚蓉不忌貝 帶子 還有甜金蝦, 三文魚子 烏叉 對 辣魚油甘魚 真的很多 這是第一款, 第二款呢? 第二款呢? 其實是同樣東西, 不過超級大 所以大一點, 多一點食物 內容一樣 是呀 價錢又是貴一點, 是嗎? 少許 第三款 第三款, 同樣東西 不過加了蟹肉 對, 又貴一點 對, 又貴一點, 但最厲害的 就是這款 就是這個, 特上 加了這個海鮮 是不是要吃前菜? 對… 怎樣吃? 這個有名的, 叫達成一塊 很少看到日本吃魚身 要用麻醬 又不同, 麻醬不是很濃味的麻醬 甜甜 甜甜甜的麻醬 吃完前菜, 接著做什麼? 就吃這個… 吃過最貴的 最貴的, 好… 怎樣吃飯? 有三個吃法 第一個就是… 先找芥末出來 這裡不少 對 然後就淋上去 你想淋上刺身 淋上肉, 飯就不會太鹹了 對, 接著壓扁它 壓扁它? 你好像踩它 對 在這裡 一點點吧 很腥脆 每一口都有不同的魚味 對 海鮮味 師傅, 你能吃得出哪一種魚? 哪一口是什麼魚? 我… 已經肉迷一體了 第二個吃法就是要拿紫菜 可以拿一匙飯和魚拌勻 我那個紫菜很特別 用硬的時候去做才好 跟剛才的吃法有什麼不同? 師傅, 有紫菜包著 鮮味就在脆之中 這樣出來 剛才呢, 跟紫菜吃有什麼不同? 不過紫菜一定要新鮮 脆脆的, 有層次 頭上的面子會吃到紫菜 然後又拌勻在一起, 真棒 很糟糕, 平時不是這樣嗎? 大黃 有些一千元紫菜包著你吃 對 第三個吃法 第三個吃法就是 拿回剛才的飯 然後剛才剩下的刺身魚 就放在上面 是 然後… 辣醬油甘魚 再有這個醬蔥 這樣就變成一個茶漬飯 魚剛才半生熟的感覺 跟剛才之前吃的完全不同 是嗎? 湯也很香 湯也很香 我覺得剛才吃的飯 還有少許魚在裡面 但是當把湯放進去, 又散開 所以每一口就會吃到不同的海鮮 所以有不同的味道和口感 那塊魚加上之後 半生熟的感覺是怎樣? 半生熟, 又硬又滑, 但又很軟 好… 現在我跟大黃來說 是半生, 半熟, 很不熟 還是不生, 不熟, 那怎麼辦? 我跟你們不太熟 師傅, 問你死了嗎? 師傅, 知不知道什麼叫懶人包? 懶人包是潮語 就是將最複雜的一化成 最簡單的一體就是天書 我現在開一部開火懶人包 讓大家知道每區有什麼好吃 我們正在做這些事 再不然就想賣電視重溫 馬上來我們的深水埗區 這是我最喜愛的地道美食, 排行邦 壞餐 也是小炒 小炒 厲害了, 厲害了 師傅, 有結果了 就是第三位是粉麵 第二位是茶餐廳美食 第一位是小炒 小炒 走開吧, 老爺 大王, 你平時阿澤 左流左手, 都是忍你 你有什麼態度? 你年紀比我大 我叫你老爺也很正確 叫我師傅大過大, 什麼都行 不可以叫我老爺 師傅, 我不是在告訴你 我想告訴你 今天越老越辣 男人年紀越大, 男人還沒越重 我說你老爺, 就是說你好東西 你不是這樣的態度 我是這樣的態度 你不信我 帶你去看一些又老又好東西 看起來怎麼樣 在八十年代初 深水埗裡的處的人 大部分都是基層勞動人口 所以油渣麵 這道大件夾底食的平民美食 當然是非常盛行 其實現在的深水埗街坊 對油渣麵仍然有一份深厚的情意結構 否則怎會成為深水埗區 我最喜愛地動美食排行榜第三位呢 大王, 你在TBB撈到這麼棒 還是請我吃油渣麵 那你吃不吃吧, 師傅 好, 吃 嘗嘗油渣麵 師傅, 你小時候吃過油渣麵嗎 有什麼特色 我的特色是用油渣做出麵 這個油渣麵和我小時候吃不一樣 我們小時候沒有這麼多瘦肉 只有油渣, 因為那時候吃一碗 而且這裡因為平民化深水埗 所以這些碗麵是大大碗的 我看見這碗麵不是油渣麵 我想請你吃人渣麵 師傅, 你吃過人渣麵更加好 你人品高, 但還是人渣 好, 這個文人… 油渣怎麼樣? 爽爽脆 有香 這個挺香, 不過沒什麼油味 為什麼呢? 炸完之後, 煮雞, 再擠灑油出來 這麼說, 有油還是擠灑油? 擠灑油出來有香味 配合這個大地魚豬湯的湯體 就能靠住了 不過用這些麵很不一樣 用上海蔥麵呢? 以前用銀針粉 我吃了銀針粉, 人們喜歡出去煮 所以現在把上海麵製作出了 這相不一樣, 現在用蔥麵 你原來吃的是扁的上海麵 那就很好, 這個就是… 你這麼笨, 當然要請你吃一碗豬湯 吃了一碗豬湯, 我看到這個豬湯 他真的…每碗要做的時候 不然要做豬湯 日日新鮮… 出到出來剛好吃 牛肉, 這些是新鮮牛 還有, 這個是水餃 這裏金水埗有很多解荒 很多都是工作出來, 新爐 怎麼有這麼大的? 這裡吃過大大件的食物, 是嗎? 師傅, 餃子聽聞說 餡肉會越來越炒 這些肉裡面的豬肉一定要炒一炒 讓它的油射出來之餘 肉質會更加有質感 而且肉味很香 是否脆一點? 爽一點, 嚥韌一點 不會是那個妹妹的 吃完這麼多東西 喝一杯東西好不好? 大王 你做人, 經常搏大霧 喝東西, 當然要喝一杯馬蹄露 馬蹄露, 怎麼做? 是, 蝦雜魚 在沒飲 hari 看哪塊 我們就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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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還想叫這些東西吃 師父, 這些東西已成過去 你別再勉懷過去, 活在當下 不行, 隔了那麼久的時間 我還要記住LuLu, 我藉口 師父, LuLu也是其次, 我是來吃東西的 對了, 現在的茶餐廳不只吃菠蘿包、西多士 試新菜 對了, 不如找香香Baby 省大雙眼看看, 這些茅上精緻的小炒 全部都是這家茶餐廳的出品 只能成為深水埗區 我最喜愛地道美食的第一名 佳因這裡的大廚出自有名的中菜廳 就算來到深水埗, 也沒有降低食物的質素 男人的浪漫, 豆腐火腩飯 我的浪漫是… 什麼呢? 舊飯 現在不流行吃一個碟頭飯, 流行小炒 師父, 世界是不是變了? 現在來茶餐廳吃了 也有小炒吃, 是不是奇怪? 當然了, 租金貴, 工資貴 只有火腩這麼貴 不然買好東西賣貴一點, 怎麼生存? 這裡有這麼多款, 指點好嗎? 這個就是羊竹生, 是不是嗎? 來嘗嘗吃 這個怎麼樣?師傅 這個竹生的味道真的很清 我自己會比較濃一點 但是這個也好, 夏天吃 你的濃是用醬油味濃的嗎? 用鹽的味道 我會用一點湯, 但現在是對的 也不錯, 有人喜歡吃 大家有不同的口味 但是我們的材料很清 如果竹生再厚一點, 會不會更過癮? 如果再厚一點, 價錢沒那麼便宜 可能你也沒那麼好照顧 沒錯 好, 接著這個是椒鹽的麥瓜蝦球 蝦頭還嫩一點, 新肉 我覺得蝦頭我吃了 蝦頭真的吃這些蝦 蝦頭比蝦肉更好吃 奇怪 對, 真的很野味 蝦肉還不錯 但是味道不夠蝦頭, 野味 但是一樣 是 吃這些蝦肉 是把麥瓜一起吃也好 分開吃也好 分開吃 因為… 不是混合一起吃也好嗎? 吃了之後, 那些很野味的食物 你的嘴巴扯著味道 吃那些瓜就碰一碰 射回去 沒錯 好, 自然這個是村骨 自然通常我來吃都是吃羊肉鍋 但是為什麼用了這些排骨呢? 大哥, 一生下幾度怎麼像羊肉? 你吃了發燒的, 當然是吃豬 看起來外面好像很乾 不乾 吃起來又… 柔軟 剛剛好, 有點脆脆的感覺 有人這間餐廳, 師傅 乾炒牛殼, 可以說是 廣東小炒裡面最難處理的一副 是不是? 好, 乾炒牛殼 還容易出煙 對, 不要散, 也不要太多油 對, 味道要扯得緊 有一種是炒進去的調味料 抽什麼抽什麼的香味 對 我喜歡熱味的熱味 我喜歡熱味更重 我喜歡熱味, 我也要濃 但最重要是不要散, 不要射 牙菜一定要條條, 站起來 也是 這樣才很好 這種功夫真的大酒樓才會做 大家茶餐廳都要有這樣的水準 世界是否變成了? 你一人問對方 你知道嗎?一個大酒樓 從炒鍋炒好之後 到傳菜位 再由美女傳到你那裡 你知道嗎?多久了 多久了 沒那麼多六分鐘也不到你桌面 那這裡呢? 三十秒 你知道多夠鍋氣了 師傅, 現在夏天, 喝燉湯 燉湯便宜了 每個星期都不同, 真的 對, 圓中燉, 補味精 很清甜 很甜 有時候想家裡做一個好燙 很難攪拌 這個真的是圓中燉 那就靠得住了 因為你不是圓中燉 它裡面沒那麼清 師傅, 如果要你選一種 代表深水寶區的美食 你選什麼? 車仔麵 為什麼? 夠傳統, 夠抵食 夠飽餓, 夠多選擇 夠貼地 一句說完 便宜、美食, 問你死了嗎? 夠便宜、美食, 不一定是正的 你知道車仔麵 有名叫你喇叉麵 水準非常參差 這麼好意 外賣兵團 是 麻煩你做這個車仔麵三寶 沒有三寶怎麼辦? 三寶, 四寶、五寶 笨蛋 一碗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車仔麵 裡面其實隱藏著很高深的烹飪漠問 當然送料選擇多 一定要做到樣樣皆精 才留得住一般食客的胃 買了這麼久 師傅, 餐了 豆腐、紅腸、辣椒而已 你的豬、紅蘿蔔在哪裡? 我是賣兵團 你買什麼的? 那怎麼交貨? 你也嘗嘗沒有? 臉不夠彈性 那是什麼?這個是不是正宗車仔麵? 不是 是 走開 是? 這個是像豬 豬紅蘿蔔 豬皮奶奶 咖喱牛奶 力豬皮 因為好吃, 只有彈牙一點 這個麵我覺得可以幾分? 起碼值8.6分 好 我是賣兵團 這個麵進不去味道 太高了 但是那個牛腩 它有誠意, 有牛筋腩 做得來講, 叫做7.2分 好 深水寶貝的車仔麵店開到整項城市 但是要找到像這間這麼用心烹調的 車仔麵店 一點都不簡單 車仔麵精髓就是這些送料 每個送需要烹調的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老闆一定要把它們分開烹調 絕對不會太方便將它們一鍋熟 好嗎? 魚蛋有魚蛋味, 夠彈牙, 成功 捉籤, 刺住豬紅都不散, 成功 豬腸油脂均勻 裡面竟然是無事的, 成功 師傅, 在這裡 你們兩個玩夠了嗎? 你哪位? 老闆來的 對不起… 嚇死我, 那個老闆來的, 師傅 吃東西吧 這裡的車仔麵是蘿蔔 這個現在不是當作 所以要浸一下冰糖水, 弄一下 但是不要浸太多, 試試了嗎? 我試了, 為何不是當作那麼甜 很鮮甜 對, 鮮甜, 沒什麼渣 沒錯, 這是我們用上等的豬皮做 你看豬皮多厚, 不是一層風的 吃下去, 有一個層次嗎? 爽, 爽脆 什麼?這裡有層次, 裡面… 師傅, 我不懂, 吃豬皮… 這裡沒有層次 不是, 豬皮如何享受層次? 你看看, 裡面是一層層的 普通的就是黏一塊, 薄一點 薄一點, 用不住 但是牛腩不是太多 不是用半腩碎, 牛腔腩 嘗嘗味道, 夠不夠濃 最重要是進來有牛肉的香味 有一點彈牙的感覺 這樣就能靠得住了 牛有沒有牛味? 牛有牛味 有沒有香味? 香味齊齊 有沒有彈牙的根? 有啊 有就行了, 好了 接著這個就是魚頭 這個長洲大魚蛋 怎麼樣?師傅 很爽脆, 不行吧 麵, 現在我自身看見 每個人都是用油麵 我記得我以前年輕人 吃的車仔麵, 全部都是用油麵 是真的嗎? 應該是差不多 好了, 怎樣?下個怎樣? 我也是用油麵 為什麼呢? 你不是說湯很香嗎? 如果油麵, 汁多一點 吃起來比較豐富 我現在介紹這個櫻花蝦豬油拌麵 試試吧 粗麵, 我就喜歡吃粗麵 有了這些櫻花蝦, 你又覺得怎樣 是, 它很脆, 很鮮 沒有蝦的腥味 是嗎?還有麵蛋 我喜歡吃凍凍的, 這個好 這個是什麼? 白雲豬手 是嗎? 它怎麼製法呢? 這個是用白雲鳳爪的醬 糖醋汁煮成的 最重要是你看到 好, 毛是拔出來的 用手拔出來的 拔出來的, 真是滑滑滑的 最重要是彈 你看, 真是彈彈 我吃了骨膠原 女士吃得很好 每天要吃幾隻 每天就是這個 每三個小時吃一隻 吃粥四、六天 好, 吃個蝦仔麵 才會熱, 喝點涼茶 懂得說話嗎? 有什麼涼茶? 這裡每天都有不同的涼茶 真的老闆很有心思 每天都沒有? 每天都有不同的涼茶 每天都有不同的涼茶 很有心思 靠得住的, 乾杯 什麼… 今天是夏桑菊 乾杯… 乾杯…